大家好,我是陈唐中综艺诊所郑贺助院长 我们今天来潜谈一下什么是肥胖 依照国民健康署他有建议我们的国人 有两个指数哦 第一个我们常听到就是所谓的BMI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体脂肪率 什么叫BMI呢?我们讲第一个 BMI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 在正常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们建议是18.5到24 然后到于27以上就是称为肥胖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体脂率 这个很常听 所以它的指数是算比较精确的 然后它有一个建议的Range 就是成年的男生我们要小个23%以下 女生小个27%以下 男生大个23%女生大个27% 大概就可以称为肥胖了 不过这个要有注意哦 不管你在量BMI或你的脂肪率的时候 不是一次的数据就是配定中生 我们会建议你连续两个三次到五次 这样的数据是会比较可参考的 那有些东西还是会干扰它哦 比方说你现在有怀孕 或女生你有生理期 或你现在尿很急 或者是才刚剧烈的运动之后 这个指数仅能供参考 它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 放傍的 对 所以我们在继续中间